歡迎大家收聽2022年2月17日星期四的星期二娛樂版 有一樣很重要的東西我真的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昨天我見到幾個留言說覺得我中傷姜濤 不是呀真的不是這樣的 我真的要澄清一下 可能我在表達上面表達得不太好 令到大家有點誤會 其實在我昨天選要講什麼新聞的時候 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看到這段新聞我就想在節目裡講一下 因為我看完整段新聞之後 其實我有點懷疑好像真的不太合理 其實我昨天在節目裡也有說 服裝一早準備好 去到現場試出來 沒理由去到拍完 回到看第二天才覺得褲子不漂亮 在場那麼多人 加上她說花姐當時在場 在拍攝期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要事後才留意到褲子不漂亮 那花姐會不會老貓燒鬚 而我這句老貓燒鬚的意思 其實我是想說 花姐我覺得她不會那麼老貓燒鬚 所以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但我重新聽回自己的報道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是聽到感覺上 我是表達不到這個意思出來的 所以當我看到那些留言的時候 我就覺得哎呀死了 我也很緊張 因為我真的不是想中傷或者唱姜濤不好的東西 反而我是等她不值得的 就是覺得故事是有點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我就打算把報道說出來 之後再加一些我覺得個人懷疑的地方 誰知因為可能我處理得不太好 就說到令到大家有這個誤解 其實我在之前我的節目裡面 我也有說過 其實我對MIRROR我是非常欣賞的 我是喜歡的 雖然我最喜歡的成員是Edan 就不是姜濤 但其實我自己連我女兒都很喜歡姜濤 所以昨天的報道 搞到聽到的效果好像中傷姜濤 其實我自己 哎呀死了 我做錯事了 我自己都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還有我看到一個留言說 那你明天的節目一定要報道姜濤已經澄清了這件事 因為其實可能昨天我錄節目的時候 我就未看到姜濤有澄清這件事 所以我就可能不夠更新 雖然我不知道留言那位聽眾 他還會不會再聽我的節目 但是我也要做 我也覺得有責任澄清這件事 姜濤本人在昨晚的旁晚時份 在IG出了兩個限時動態 就表達對這個傳聞的不滿 他就說 無聊 無中生有 謠言真的很可怕 請慎言 真的太多無中生有的事了 不要緊的姜濤 有人中傷你 是非多 就代表你人紅 更何況那個所謂爆料的人 他其實又沒有任何證據 他說什麼都可以 他可以爆說 你的幕後團隊 覺得影片拍得不漂亮 一把火燒了 拍攝場地都可以 故事怎麼作都可以 好了我都不太長氣了 多謝大家給了這麼多時間 我去收拾自己的糞便 還有 還有一個留言我覺得 真的非常有趣 有位聽眾就說 一直以為我聲音是男生 原來是個女生 不過各位留言的聽眾放心 我沒有介意的 因為我其實知道的 我也知道自己的聲音真的 是很man的 還有有些沙 有時候都不太好聽 所以你有這個感覺 我也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我突然想做個 research 究竟有幾多位聽眾 跟留言的聽眾一樣 一直以為我是男生 可不可以留言告訴我 MIRROR的成員 Anson Lo教主 近日幫某個汽水廣告 拍宣傳片 在片裏 他穿著各種色彩繽紛的衣服 很清新 和以前的粉紅色很不同 教主還說 今次拍攝很開心 很好玩 除了場景和服裝 都很colorful之外 我還第一次嘗試 色彩繽紛的化妝 非常新鮮 這個汽水品牌 都可謂感觸本 在港九新界地區 擺放了過百個宣傳位 最特別的位 就是在旺角某個商場 商場外面有些柱 他貼了十條柱 都是Anson Lo 有五米高的宣傳照 神圖門真的要去瘋狂打卡 一次過可以和不同姿勢 表情服飾的教主 Selfie 看來都必定會成為熱門的打卡位 Wyman 黃偉文 多年來在樂壇的地位都非常崇高 出名人緣好的他 還沒什麼價值 和不少歌手都能夠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亦都多次很積極地提攜後輩 深受大眾喜愛 Wyman 去年還接連和Anson Lo 姜濤、Edan 三位成員合作 推出了幾首歌 E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Master Class 和Mega Hit 首首都是人氣歌 原來Wyman 之所以照顧MIRROR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MIRROR的經理人 花姐曾經幫過他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Wyman 在2012年的時候 搞那個concert 他的作品展 邀請了超過40個歌手 做嘉賓 演唱他所填詞的經典作品 當中這個演唱會規模大到幾乎 出動了半個樂壇 原來其中一個促成當年演唱會的幕後人物 就是花姐 Wyman 在Instagram 公開了一張 當年和花姐在後台和Danser的合照 就說 超過了十年 還一直在想 究竟有沒有不記得多謝誰 直至早幾日機緣巧合 在雜誌網頁第一次看到這張 Opening Night的舊照片 我才想起原來 爭了當年一直在紅館後台擦肩而過的他 介紹回 可能你們不知道 他是我演唱會的導演之一 看回Wyman 作品展的DVD 就能見到 片尾的工作人員名單中 導演真是當年仍未升做花姐的阿花 Wyman 表示 相當感激當年花姐為了這個演唱會 不惜放棄和老公生日過程人節 結果這份感謝 就放在自己的心裡足足十年才說出口 花姐也有回應 花姐就在IG 限時動態回覆說 噢 幾乎都忘記了這個可愛的我 網民見到Wyman 和花姐認識的故事之後 終於明白為什麼Wyman 到現在這麼出力幫Mira填詞 原來全恩是對花姐的感激 花姐其實在圈中種很多恩 所以今天她收到很多果 還有不少呼聲 叫Wyman 下次再舉行這作品展 一定要邀請花姐和Mira 再說說另一位Mira的成員 Anson Kong 的第八首單曲 就和這個隊友Alton 合唱 還在今月11日拍攝MV 但傳出當日現場有兩個工作人員 今天確診 據知當日參與拍攝的歌手連同工作人員 超過一百人 甚至有幾個歌手不幸染疫 恐怕爆發這個疫情群組 而剛巧Anson Kong 今天下午 在IG 限時動態貼出大口罩的Emoji 令粉絲非常擔心 見到嚇到粉絲 AK 也馬上發文澄清 其實她只是眼睛不舒服 就去覆診 而Mira的經理人 花姐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 是知道有工作人員確診 所以自己也即時做行了這個快速檢測 結果是陰性的 為確保大家的安全 Mira和Era的成員 在日內都會接受這個檢測 除了ViuTV有傳有工作人員初步確診之外 TVB都有 今天再有兩個員工確診 其中一位是三樓西餐廳的員工 另外七位員工會進行快速測試 而她的西餐廳今天就暫停營業 以及進行深層消毒清潔 另外有一位初步確診的員工 就是工程部電子新聞組 主要在戶外工作和去到柴灣的港島新聞中心開工 那位員工在今個月的12號開始 就沒有上班了 除了ViuTVTV之外還有商台 之前就說18樓C座的金剛 朱雪梅和陳慕賢都確診 再有飾演大導演 孤寒鐸等等多個角色的李錦都確診了 至今18樓C座一共4個DJ確診 而18樓C座的節目總監 就在Facebook那裡留言說 至今我們是有4個播音員 的確確是確診和初步確診 不過大家的身體情況都不錯 不用擔心 雖然我們都要隔離 但是依舊會盡力 在不同的地方進行 錄好每一天的18樓C座 風雨不改地陪伴市民共渡難關 除了電視台和這個電台之外 SEO Star的陳健安安仔 今天也透過社交網站宣布 他自己確診了新冠肺炎 他就分享他連日來的症狀 他就說 Day1喉嚨痛 Day2就是美國沒有那麼敏感 肝咳、頸痛 Day3就是 睡覺覺得有少少冷 少少熱 尖寒尖凍 還有頭很尺 沒什麼胃口 Day4就是今日 喉嚨痛、肝咳、吃Panada 不停按摩雲精 就沒那麼痛 一累就睡覺 還有就是吃維他命 吃粥 其實現在已經康復了一半 多謝朋友和大家關心 只在居家旁邊 不用擔心 這次真的閉關了 嘩 剛剛網路錄下節目 再更新新聞 原來還有很多個 除了SEO Star之外 還有另一隊樂隊 叫做One Promise 他裏面的鼓手 馮卓妍 還有結他手周天衡 還有主持了很多年兒童節目的 長青樹 五文生 星夢裏面的Sherman潘正文 都檢測是陽性的 看來疫情已經捲入娛樂圈了 羅志祥小豬 前年被女友周陽青 以這個毀滅式爆料 導致形象盡毀 事業插水 沉寂了兩年的小豬 在跨年活動時復出 昨天 即16日 他在官方頻道上載了 他最新的單曲叫做 修羅 的預告版MV 雖然只有18秒 但當中內容 令到不少網民都有點討論 小豬在新歌修羅的MV 預告中 當中可謂百無禁忌 片中見到他就像死囚一樣的打扮 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被綁起 禁錮 更加有吊頸處死的畫面 而各個畫面穿插在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善惡一念之間的情況 片尾更加見到以白色為主 報警就像靈堂一樣 上面掛著用花砌成的 show low字樣 桌面正中位置的就放了這個 羅志祥的相 嘩 MV的風格看來都應該挺暗黑的 網民就有留言說 羅志祥是不是在這借罪呀 而有些粉絲就擔心 羅媽媽看到會不會生氣的 媽媽會生氣吧 我喜歡領堂的小豬 豬媽媽真的會生氣呀 只看片頭都很吸引呀 我看都酷了 此代未來又更好的羅志祥 說真的 以小豬以前紅的程度 其實應該還有很多粉絲是支持她的 所以 即是攤凍了件事之後 復出應該都不太難的 我深信 一向時間都是可以沖淡一切的 就算曾經多熱的話題 都還會有雕淡的一天 雖然大家未至於會不記得 相信看球呀打遊戲 是不少男士最熱愛的活動 NOW TV剛剛宣布 成功獲得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 即是英超的 2022年、23年至2024年、25年 賽季的香港收費電視獨家播放權 意味著大家可以繼續在 NOW TV和NOWE上 繼續收看全季的英超啦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訂閱PATREON頻道 預費贊助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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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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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